一群动物学家在白俄罗斯中西部那里搏击森林 发现一个正在扩建的狼窝 在地下一点五米深的洞穴里 他们发现了六只十至十二天大的野狼幼崽 并确信在发现狼窝几天后 此狼依然在喂养它的孩子 考虑到这里的熊知道他们活动范围内的所有洞穴 他们会定期检查洞穴 剿灭这些洞穴里的欢和红狐幼崽以及捕捉狼崽 所以熊会出现在这里不足为奇 他们小心翼翼在一棵大松树上 设置了一个摄像机进行观察 几天后在固定相机的画面中出现一头棕熊 他发现了躲在地面以下的野狼幼崽 作为竞争者不管是狼还是棕熊 他们都知道顶级掠食者的幼崽会在未来成为危险 所以棕熊毫不犹豫决定将这些狼的幼崽消灭在墙堡里 棕熊差不多用了半个小时就摧毁了这个狼穴 而母狼似乎在一旁观察着熊的行动 但又不敢靠近熊并攻击的 视频到这里很令人遗憾 并没有拍下来是熊猎杀了狼的幼崽 还是他们被沙子掩埋 也为熊在掘土过程中运动探测器无法捕捉 从而没有被启动 熊走后两匹狼来到已经被摧毁的巢穴 他们看上去很害怕 在对巢穴进行了一些害羞而仔细的检查后 离开这里只有在晚上才赶回来 此外他们又在几个晚上回到巢穴 试图挖掘和寻找他们的幼崽 据博主说 在一周内他们在对这对狼夫妻的足迹追踪过程中 最终得出结论 狼夫妇失去了幼崽 在一个较大的狼群中 通常会留下一名保姆来看守巢穴 要么是阿姨 要么是姐妹 要么是兄弟 从视频来看 这两匹狼正在建立属于自己的种群 但他们只有两个 运气也太差了些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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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